学测违规的案件出炉了 今年学测一共有1030件违规 占比最多的还是学生未惜带着有效证件 另外在英文科考试时 有人还想用Google翻译来查询 结果被抓到了遭扣检全部成绩 另外有人在考试的时候眼神飘啊飘 他声称是焦虑症药物引起的副作用 但还是被判定违规遭扣检全部成绩 而今年有许多的考生在答题卷上 画下哆啦A梦皮卡丘等图案 甚至写了最后一颗了加油这样的字样 不过这些通通违规将被扣一几分